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蓝花花集团冠名播出的熊熊访谈节目 花言花语 我是节目的主持熊 陈和花 今天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世界知名熊市七仔 掌声欢迎 主持熊好 各位观众好 我是七仔 很高兴受邀参加这个节目 小花你现在厉害了 又是开公司 又是演电视剧 现在还主持节目 哦对了 你主演的花柜飞转我天天都在看 今年咱们熊熊演艺界的金笋笋大奖 影后非你莫属 七夫您过奖了 听闻您最近开办了幼儿园 专门收养无家可归的小熊仔 这一扇举得到了熊界的一致愿可与好评 惭愧惭愧 成蒙各位厚爱作为一名享誉全球的熊熊 我的童年想必大家都耳熟能详 七仔我从小离开父母 幸亏有好心人相救才得以幸存至今 现如今也算是妻妾成群 富甲一方了 然而自己好不算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正所谓取之于熊 用之于熊 现在做点善事 就当是回报社会了 七夫 小花对您的崇拜 如偷偷将会绵延不绝 您的思想境界之高 让我们这些晚辈望尘莫及啊 小花你千万不要妄自菲薄 这个幼儿园能办成 也多亏了兰花花集团的鼎力支持啊 这都是小花应该做的 兰花花集团致力于改善熊熊们的生活环境 提高熊熊们的生活质量 让佛友的熊熊用年有佛靠 老年有佛衣 有了兰花花 幸福你我他 哦耶 小花你果真是商界奇才 广告说来就来 无孔不入啊 混变混变 多多包含 这都是投资方要求的 哦对了 七夫 谈谈您接下来的规划吧 其实我打算不仅要办幼儿园 还要再开个养老院 让所有无父无母 无儿无女的孤家挂熊都能得到妥善的照顾 怎么样 花总 你身为兰花花集团的董事长 当今的顶流女明星 有没有兴趣和七叔我一起发光发热 造福社会啊 大事不妙 七夫这个老鬼头 再给我下套 屏幕前这么多观众 我要是不答应 那我小花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雄色 岂不功亏一会 七夫您说的哪里话 能和您一起做上市回馈社会 小花我仇之不得啊 太好了 各位观众 大家都听到了吧 我们的花总一眼九鼎 花总刚刚表示 愿意追加一亿熊熊兵 用于慈善事业 起诉我代表所有的父老乡亲 向小花你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三颗油 七夫您太客气了 小花我用心知己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收看 好惨啊